端午節就要到了,為了讓60.7端午好吃食 台中營臟甘季婚宜精神健化的60端午特餐 以食材做暖化在以來日的食物模具來促行 中一道道的食材切合水,美化為真美美的60端午特餐 端午節集中來告 台中營臟甘季婚宜今天最五十點在甘義一樓門禁大廳 發表精神健化的60端午特餐 將60.8平衡時營臟甘季吞的食物加益切合水 煮肉軟,利用哪一節的食物模具,欠加速營增 將一道道的食材切合水,美化為令人想要吃的60端午特餐 這是我們的原始餐,這個是切碎餐 這個是經過我們添加天然的珍稠劑的塑形餐 添加了一些塑形劑,美化它的視覺感受 然後促進長輩的食慾,提升長輩的營養 台中營臟甘季婚宜議長李世強表示 甘義對登校2.0的服務特色、創新、增合和健身 改管60.8吞食物困難以及降格、責到和價格方限等問題 甘義營養科團隊用了將近兩五月的時間 靜心設計師是卡住人專櫃,容易吞下去的食物餐廳 或是甚至有一些像中風或是有神經系統毛病的一些個案的時候 他們可能會長期來講會有一些吞咽的困難 那怎麼樣讓我們這些所謂的高齡長者或是我們的病友們 可以吃得安心又吃得健康 甚至呢可以服用他所希望吃的一些食物呢 我想是我們重要的一個思維 那在我們的營養科羅明華主任的一個精心很多年的一個規劃之下的時候呢 他現在呢推出了一個所謂的吞咽的一個寶貝快樂餐 那大家可以看到我們這些現場所做的 也就是說比如說像我們這些像端午節快到了 我們的肉粽事實上呢也可以藉由一些塑形的方式的時候呢 可以讓我們的高齡長者可以很幸福 在出營的董花提供肥膏斷並且家修下載 製造四年塑形餐的高學鴨皮 其實我們今天發表會的重點在於是說 希望大家呢可以藉由簡單的學習 所以事實上我們醫院的網站還有現場呢 都有發放一些光碟片 那希望提供給大家大家回去以後呢 其實以一傳食 以食傳百的話呢 讓大家對高齡長者的一個食物呢 可以有更多很好的一個提供跟處理 最近新聞 創皮董 加吉七 菜空播等